中口的道路每减少1米 客流最少30% 1米2米 60%的客流是不是没有了 路越窄啊 你看人走得越快 电倒闭的也就越快 这边的餐饮店 基本上没有生意 全是万户转租 这里还有两个台阶 一个台阶少20%的客流 10米以上的街道 必分阴阳街 两边街的租金差不多 生意差得多 你看阳街这一排 同行餐饮扎堆巨人 消费好氛围好客流好 阴街五花八门善人 店都倒闭了几家 做生意一定要选阳街 不然的话 底库都亏掉去 你们看那家铺子 门头连2米5都不到 门连窄 众生长 一楼小 二楼大 这种叫什么 棺材铺 免费给你们 你们都不要去租 你们看 金角银边垃圾 十角店铺不能要 十字拐角的门店就是金角 好位置 那么金角两边的叫银边店铺 是好位置 整条街中间靠好的店铺叫什么 叫垃圾 铺道垃圾 我跟你讲 金山银山都不够你赔的 商场呢 新手尽量不要租 因为商场里面规矩多 品牌多 你租了 只能生存 不能生活 最重要的是里面有钱规则 到时候你钱赚不了 店关不了 最后啊 人也跑不了 新建小区 最好不要租 开店小区 要看物租率 入住率只有超过60%以上 你可以尝试入住 而且你要早晚来一趟 你看一下上面有几家几户 不然的话 你到时候怎么亏也都不知道 什么地下商业街不业城 尽量不要去租 租了大概率是个鬼城 你看这都几点了 饭点了 下面还没几个客人逛 四面八方不聚气 租了你迟早掉进去 我叫卧楼 关注我了没有 现在关注 我还有365招 更厉害的招式 你们要不要学 想要 想学是吗 好 那能不能拥抱一下 好啊 耶